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错了吧 小蹲子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 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块 好啊 那咱们就死一次怎么样 桂花 来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来 你怎么没喝啊 你怎么没喝啊 好啊你 够狠的 你想让我一个人死啊 你呢 你要是喝了 能跟我说话吗 我 我的意思是说呀 毒药这东西太难喝了 你看 咱们去上吊好不好 上吊 小蹲子 今日我们成不了夫妻 死后也要变成蝴蝶 避翼双飞 好 那咱们走 这回啊 你可不许跟我耍赖了啊 你放心 我绝对不来 走 小蹲子 好了没有啊 好了 好了 你接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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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进去了吗 钻进去了 好 今生不能做夫妻 来世一定比翼妃 桂花 好啊你 你敢耍赵 算了吧你 如果我没看穿你花言巧语的点 我现在骑不成了糊涂鬼了吗 好 谁也别说了 大家都是一路人 这才叫做天造地设 郎才女貌 我看是啊 臭味相同 肩肤盈腹 算了吧 你自己慢慢玩吧 我不送陪了 呸 扫狐狸 呸 你这是赖踢狗 公公还没有休息啊 没有完成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 能休息吗 公公恕罪 我 我 我知道胡孟泽罪行重大 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但是 他是皇上和怡妃的媒人 皇上为了还他这个钱 命我带他回京收审 希望你能明白皇上的心意 那么皇上赐我上方宝剑有何用 要我这个钦差又有何用啊 你这个钦差是专办汤州遗案的 不是打包不平的黑老包 就冲你这么爱管闲事 猴年马月才能到汤州啊 你这不是有负圣意吗 哪个众自个儿掂量吧 我们为臣呢 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让皇上省心 唐啊 李世民言 水能载州 也能富州 只有啊 顺应民意 为民做主 使百姓安居乐业 皇上才能长治省心 您看 一个小小的望京县 囤积局期 民不聊生 草剑人命无法无天 皇上为爱民如子之皇上 如果知道这里的内情 如何谈得上省心呢 但愿公公多听听您愿 再告诉下官 该如何审理此案 潘安竟敢不遵守朕的口谕是吧 提命皇上 潘安还说 不知道公公是不是存有私心 假冒皇上名义 非要亲眼看到圣旨不可 什么 皇上暂且息怒 其实潘安也有他的道理 什么道理 假传圣旨的事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潘安要求以圣旨为平 并不为过 王爷 怎么在这个结构眼上 你倒帮他说起情来了 臣以事论事而已 你 一封说得对啊 是你 反而是你 在处处寻死袒护又是公道 皇上 皇上怎么怪这臣妾来了 不怪你怪谁啊 不怪你怪谁啊 如果不是你在背后 为胡孟泽撑腰的话 这个胡孟泽敢如此为非作胆 皇上既然认为臣妾是怂恿者 干脆连臣妾也一起砍了吧 胡闹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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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娘娘 现在可不是斗气的时候 你得赶快求皇上给你下一道圣旨 让小宽子带回望京救人 否则可就真来不及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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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